我们先明确四个概念 一 我们的肤色也是一个色化 这就给了我们可以通过配色机制 来讨论显白的可能性 二 需要显白的肤色会集中在黄黑皮这一块 而冷暖皮的问题只对粉底的色号产生影响 鉴于男性的化妆比例偏低 所以这个事情不展开 三 因为我们亚洲人的黄黑 是由胡萝卜素和黑色素造成的 胡萝卜素大概是红成黄这三个颜色组成 而黑色素呢是褐色的 所以我们的肤色都是橙色调的 四 主流审美中的肤色 大多是饱和度低的色调 多数人会认为这样的肤色更多是 而饱和度高的肤色呢 我们就会觉得稍嫌吐气 这里也提醒你 这期视频只讨论显白 这个单一维度的色彩搭配问题 并不涉及色彩风格和色彩心理学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两个视频的话 很可能白了但也丑了 那一个一个来 红色会让它周边的颜色变绿 我们家人的肤色是橙色调的 所以在物理光学中 记住啊在物理光学中橙色加绿色是白色 这里对于有绘画经验的我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在颜料调色中 所有的颜料属于吸收性的色彩 所以颜料的混合必然要服从色彩减法定律 橙色加绿色这两个颜色调在一起是黑灰色 其实这和光的互补色是一个原理 等于混合色吸收了所有的颜色 如果你没有绘画经验那就太好了 记住结论就好不要深究 所以呢对于橙调肤色的价格来说 红色是显白的 其中饱和度最高的这个红啊 会显得皮肤又白又透 而深红色会加深显白的功效 所以我10%的迷你观众们 所谓的展染色口红 都是饱和度很高但明度略低的红色 这种颜色呀在脸上就会显得肤色异常的白皙通透 甚至呢有一些没有血色 当你使用的时候 请一定擦些腮红再出门 广告里那种随便涂两下就出门迷倒终生的 记住它是超模 它是明星 以及它是广告 不过呢之前的四代星体学说过 深红色会拉大你的社交距离 这点上啊需要斟酌 橙色会让它周边的颜色变蓝 在物理光学中 蓝色加橙色也等于蓝色 所以那个饱和度最高的橙色 也是会让你的皮肤又白又透 在很多显白的口红和腮红中 也都多少参入一些橙色调 但大部分男性可能无法在生活中 大面积地运用这个颜色 我们能使用的橙色系啊 是大地色 由于大地色是加入了灰雕后的橙色 所以它会让我们的肤色看起来不够均匀 那怎么办呢 可以选择加入深灰色的焦糖色呀 咔色呀 深咔色 这类颜色较深的大地色 但这类颜色会让你的年龄感增强 加入浅灰色的卡其色呀 浅朵色呀 灰陀色呀 黄黑皮 或者想显得更白的人 请远离 黄色会让它周边的颜色变紫 紫加橙色 也得美白色 对 在物理光学中 所有的暖色都是显白的 它和橙色一样 饱和度最高的那个 我们很少用 所以拆入大量白的浅黄 和大量浅灰色的米色粉白 在黄黑皮不得不使用白色的时候 是要优先选择的 它会将你的肤色拉过来一点点 会比漂白色 这种完全没有色相的白 要好一些 当然 如果你能选择其他更显白的颜色 肯定是更好的 但我也明白 白积蓄世界上有重要性 你在挑选的时候 就要格外注意 所以在日常使用中 本白 浅黄 鹅黄 由于它们的明度高 所以这些颜色 只会让你看起来减少一些黄气 但本质上 它不是最显白的 你还是会黑 但是不黄了 虽然深黄色 更显白 但这个颜色 会给人一种枯萎病态的 低落的视觉效果 整个人会看起来很萎靡 所以在实际的服装配色中 很少使用 好 来到最受争议的一个颜色 认为绿色显白的 请勾一 那绿色 那绿色到底显不显白呢 在这里我们给一个最终定论 绿色不显白 但会显得气色最好 因为绿色会让它周边的颜色变红 红色加橙色等于红橙色 所以你的整个脸会红扑扑的 化妆中的腮红呢 就是在模仿运动后和性高潮时 我们的样子 脸色微微发红 会显得人更健康 也更加的迷人性感 所以正确的使用绿色 也可以让你有相同的效果 网上拿来显白的绿啊 大多是保和度高或者明度低的绿 所以这种绿色的显白 是由于高饱和度 对于肤色纯净度的修正 或者深色本身的显白机制造成的 换成任何一个颜色 在满足高饱和度和深色 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都会是显白的 和是不是绿色没有关系 如果你的脸牵生就红 或者有红血色的情况 就一定会发现 穿上绿色会让你脸上的红更加夸张 所以这类人啊 是要远离绿色的 我在2022春夏趋势中说的 Cambio Green 会显得肤色不均的原因是 这个绿色是加入了大量的灰色 并且明度也很高 这个颜色你看起来会很舒服 但穿起来就挑人了 据起来说呢 把红度高的绿 会让你的气色看上去更好 也会均匀的肤色 而深绿则是这个色系中最显白了 那我们经常见的迷彩绿 显不显白呢 迷彩绿呢 为了模仿野外的植被 也加入了不同程度的灰 不过呢 由于它的明度整体偏低 所以如果不是黄黑到一个程度 也请放心使用 但也同时记住 它不是那个让你看起来 肤色最好的颜色 蓝色会让周边的颜色变橙 那么橙色加橙色 当然还是橙色 那是不是说它就没有用 当然不是 要不蓝色也不可能成为 仅次于黑色的男性服装选色 它仍然会通过同时对比的作用 去修正的肤色 将不太健康的肤色拉回来 拉回到健康的状态 但它的健康感和绿色就完全不同 具体来说呢 显蓝色会让你的肤色 呈现出小麦色的样子 我认为这种小麦色 在你男性身上是好看的 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健康 去看看黑系体育生多受欢迎就知道了 再叠加上浅蓝色带给人年轻的心理感受 就很容易拉出斯文运动上沿的气息 而深蓝或脏青会在修正肤色的同时 显得你更加的白皙 但也和刚才一样 这是通过深色来显白的 有化妆肌验的其扣衣 当要校正一个人黄气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颜色的妆前乳呢 是紫色吧 因为在物理光学中 紫色加黄色等于白色 所以可以校正肤色 那紫色显白吗 当然不是 因为妆前乳属于叠加方式 衣服不是叠加在我们脸上 而是出现在脸的周围 这时紫色就会让周边的颜色变黄 黄色加橙色等于黄橙色 也就是胡萝卜的颜色 这会让黄黑皮看起来更加的黄黑 身子还好一些 它至少可以通过深色来显白一点 特别是加入白厚的冰粉色 基本只有那种肤白胜血 没有任何瑕疵的人才能挑起来 如果你不是紫色的黄热爱好者 或者要去参加主题活动 我建议你彻底远离它 看完了上述理论 我们会发现 市场上好卖的颜色 或者你经验中穿起来显白的颜色 几乎都在保护度高和明度低这个区间 上级视频说过 保护度高的颜色不适合我们男性大面具使用 而明度低的颜色会显得人过于严肃 并且显老 以及拉大你的社交距离 所以我们在实际搭配中要懂得平衡 只需要将显白的颜色 放在我们脖子和脸这一圈就可以了 也就是要注意 帽子 发色 围巾 顶带 领口 眼睛框 眼睛片 这些颜色显白就可以了 剩下的还是要以个人的风格需求为主 对于自己特别喜欢的颜色 在远离脸的位置都是可以有的 即便你的裤子是荧光粉 它对于你面目的肤色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最后总结一下 红橙黄 所有的暖色都是显白的 绿色显气色 但红血丝要注意 蓝色显健康 紫色请远离 其中 无论是什么颜色 保护度高的 都会让你的肤色更加纯净 蓬透 不论是什么颜色 只要它足够深 就可以显白 大地色和摩兰底色如果要显白 也要尽可能选择更深的颜色 哇 今天的视频原理好绕 这个视频也是我的第五个版本 但我总觉得有些原理 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 就很容易被人忽悠 不是吗 下期是2022去世中 全黑造型的升级搭配思路 如果你也喜欢O-Black 记得来看 我小宣正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YK